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挑战21呢 是因为我本身就有那个高血糖的问题 这样其实我自认control的很好 自认OK 但是就医生的要求比较高 他一直要我这样below sex 但是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达标 因为我如数已经 我从2009年就开始如数到现在 所以吃的都是素食 那为什么会来挑战21呢 我就在想 因为我听到很多分享者 就血糖也降了 蓝固醇也降了 所以我就在想 不然我来参加看看 结果参加真的很神奇 我两个礼拜后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发现我的血糖真的降below five 不是below six 不是below five 就已经达到他所要求的 他就一直在问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神奇 到底我吃了什么东西 我就跟他讲 因为我参加了健康挑战21 所以是plant based东西 他讲如果说是这样好的东西 他一直在询问我说 我可以不可以让他去分享 给他的病人听 让他们也来参与 所以就有问我一些有关的问题 有关的资讯 怎么样参与 怎么样的一些问题 我都有意义的告诉他 所以他就讲说 其实要减党固醇跟减血糖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短短的两个礼拜 他就看到了成果 他就看到我的成果 所以其实连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在吃 因为我吃血包的药 所以我其实吃了第二年过后 我就开始没有慰藉 所以我2003年开始 2003年开始吃血包的药 所以2005年到目前 我是没有慰藉的 我是一个没有慰藉的人 我只知道吃小辣椒 它有微辣的感觉 其他的都没有味道 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的糖跟我的盐 我减很多 因为我怕 而且我有家庭式的 遗传的糖尿病 但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吃第六餐的时候 我的味觉回来了 我吃到苦瓜的苦味 我吃到那个红豆的甜味 我吃到菜 菜里面的那些 有些有时候是甜味 有些是色味 连南瓜的甜味香味 都回来了 这其实让我很感动 吃到很感动 我也是有跟我的医生 分享这一点 我说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慰藉 因为我一直跟他 说我没有慰藉 他也一直跟我讲说 他病人都这样 没有办法 后来我一直跟他讲说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第六餐我就 慰藉已经回来了 所以就这样 所以我吃得也很开心 哇真是很难的 因为你从 就好几年开始 你就味觉没有这么好了 你恢复 味觉你当下是什么心情 我终于可以找回以前的味道 对对对 当我吃到苦瓜 苦瓜的苦味的时候 我红豆的甜味的时候 我眼泪都要流下来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真的很为苏青师姐开心 因为他不止血糖降低了 味觉也早回来了 而且医生还觉得 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program 可以讲要跟他的病人介绍 是吗 是这样吗 是是是 所以我其实有 叫他上YouTube去看 看所有的那些参赛者的分享 所以他也是希望病人 可以通过这个 全食全植物性的饮食 来改善他们的健康 包括是降低血压等等 其实我有一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我是素食者很久了嘛 所以其实我的吃法是错的 所以从挑战21之后我才觉得我自己的健康即使是我的煮法 我吃的也不够健康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你看血糖这么久我都没有办法降下来 只短短的21天我就真的是把血糖给降下来了 所以这真的是要吃吃的很健康了 吃的对方法要对 感恩 感恩 为你感到开心 因为中医师可以 即可提升你的健康 也把味学找回来了 好 我们接下来哦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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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恩